日子过得飞快,转眼间已经2021年,回首2020年发生了许多事情,有好的有不好的,多到你根本数不清记不得,但你要问我2020年吃过最劲爆的瓜是啥,那么罗志祥和周扬青必须上榜。 事情的起因是在某一天,周扬青突然在社交平台上高调宣布分手,而分手的原因让人大跌眼镜,那就是罗志祥出轨了,并且和人私会严重到教都不睡,发布的签字长文指责罗志祥的种种,信息量大到网友们瞠目结舌,因此罗志祥还得到时间管理大师的称号, 本以为南方至少会挣扎一下,或者把热搜给撤一撤,毕竟罗志祥也是拥有6000万粉丝的大V,但是没想到,南方没多久就直接发门回应,并公开对周扬青道歉,他这一举动无意承认了周扬青的指责,纵使渣男出轨的名号。 也是从这一天起,罗志祥直接跌落了神坛,其实娱乐圈鱼龙混杂瞬息万变,有可能你一周不上网,或者两天不刷博,就会错过网红鲜肉的出道,那些长久不衰的娱乐圈长青术,都是一些珍惜物种,少之又少。 但是在周扬青事件之前,罗志祥就像是一个例外,出道20年来,一次又一次的人设崩塌,却能一次又一次的翻身,不知道是命好还是天生就适合吃这碗饭。 甚至之前就有媒体评价,罗志祥在娱乐圈里大不死的小强,和大多数出道明星一样,罗志祥为了帮助父母还债,从六四的时候就开始登台表演。 因为有极高的音乐天赋,14岁的时候就出道,第二年参加了四大天王的模仿大赛,并且以优异的成绩,获得郭富城组的冠军,还和张学友组的冠军欧帝,组成了罗密欧组合。 虽然两人很努力地展现自己,但是却始终没有混出什么名堂,公司看唱歌跳舞不好混,于是就安排两人拜师著名主持人胡瓜, 开始进军主持界,当时台湾的综艺节目十分嗨,再加上罗志祥本身就大胆放得开,他主持的综艺节目,接连拿到首使冠军。 罗志祥也迅速走红,红了之后他也没闲着,去日本学跳舞,学唱歌,还发行专辑催眠兽。 这张专辑让罗志祥拿下了金钟奖,也是从这一年,罗志祥正式成为娱乐圈响当当的人物。 相比于混得风水水起的好兄弟,欧帝的生活就不那么理想的。 但是好兄弟是什么?你以为好兄弟是患难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吗? 你错了,好兄弟还可以插你两刀。 欧帝赴兵役的时候,想让罗志祥照顾一下自己的女朋友,没想到,这一照顾直接把女朋友照顾成自己的了。 女朋友被抢让欧帝嚎啕大哭,和罗志祥反目成仇。 其实在抢欧帝女友之前,罗志祥曾在节目上爆料,自己的第一任女朋友是天后徐怀玉,当时两人是因为才华相互吸引。 可是在一起短短七天之后就分手了,可能是炒作,也可能是儿戏,这也只是罗志祥众多恋爱经历中不值得一提的一件。 虽然前面说他抢了欧帝的女朋友,但两个人也没有在一起多长时间就分开了。 之后罗志祥就被爆出,和SHE中的Selina人家宣在一起了。 虽然没有当众宣布两人的关系,但在综艺中偶尔的秀恩爱, 就能让粉丝发现不简单,但是最后两个人还是不了了之了。 据知情人爆料,是Selina的爸爸不同意这段感情,觉得罗志祥不靠谱, 硬生生把两人拆散,现在足以能看出Selina爸爸多有仙剑之名了。 两人分手之后,罗志祥还写歌表达自己的难过, 但这也依旧不能阻止他花心的本质。 之后被网友爆出,罗志祥不穿衣服聊天的丑闻。 按理说,这样的新闻爆出来,这个艺人可以说已经玩完了。 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,罗志祥竟然靠着一部极限挑战综艺再度翻红。 也正是在这一年,罗志祥被人拍到和周杨青同游日本。 这一次,罗志祥不像从前那样遮遮掩掩, 第一次在社交平台上,大方承认自己恋情, 并且频繁和周杨青秀恩爱。 那时都罗志祥靠着朱碧史的人设圈粉无数, 和周杨青这个女网红的恋情不被人看好。 很多粉丝觉得周杨青这个整容脸配不上罗志祥, 之后罗志祥也在采访中,大方护妻, 表示周杨青没整容之前就认识她了, 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, 甚至表示自己和周杨青奔着结婚去的。 一来二去粉丝们也不再纠结, 还有一些CP粉,坐等两人开花结果。 其实罗志祥和周杨青, 1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一起, 只不过当时没有公开,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9年。 这9年的爱情长跑也没有冲刺到终点, 随着周杨青在社交平台上的签字长文, 两人反目成仇, 罗志祥也被彻底地打入了深渊, 这一次他没有像之前一样再度翻身, 4月份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快一年, 罗志祥依旧没有恢复自己的工作, 他交往了如此多的女朋友, 为何偏偏毁毁在周杨青的手上? 明明被女方毁了所有的前途, 罗志祥为何社交平台不敢有一点怨言呢? 其实很简单, 那就是周杨青本身的实力就很强大, 虽然是一个女网红, 但家世贤赫, 不光父亲是一个商业大佬, 并且背景也不一般, 就连亲戚们也都不是普通人, 姥姥家就在老佛爷商场旁边, 那一片的房价可都是十几万亿平方, 一个院子值多少钱, 我们可想而知, 最近周杨青的综艺也能看出, 这个网红和其他网红不一样, 家里有的是钱, 并且能和众多明星都达成一片, 也足以证明家里的实力, 一个女孩愿意拿出自己九年的青春, 就已经说明认定了你这个人, 但最后罗志祥的所作所为, 却让他伤透了心, 女人烟爱生恨有多可怕, 看看周芷若你就明白了, 周杨青爆料之后, 热搜挂了一整天, 你要知道罗志祥再怎么着, 也是六千万粉丝的大V, 和微博也是有利益关系的, 据我所知, 像这样的大V, 每年都有几次撤热搜的机会, 再者说花钱总可以撤吧, 但是罗志祥的热搜可是足足挂了好几天, 即便是在金钱的面前, 也不得不给周杨青一个面子, 罗志祥自从出道以来, 所有的翻车都和女人脱不了干系, 总也证明他自己的交际能力有多差, 以前的女孩, 要么是和他一样都是玩玩, 要么就是碍于对方的实力碾压, 不敢作声, 这一次伤害了周杨青, 就是踢到了铁板, 罗志祥真是应了那句老话, 不作死就不会死, 年底了, 罗志祥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动态, 感慨自己这一年的遭遇, 不过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辉, 就算是他欺骗一个女孩应有的代价吧。 我做不了关系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